现在就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后半辰赛段的细则 后面的玩法的话我们是打积分赛 一旦分数不够的话 这个联盟就会向面临解散 如果一旦面临到这种解散危机的时候 联盟发起人就要主动出战 去承担这个拯救联盟的责任 有责任就会有相应的权利 本轮的巅峰对决 联盟发起人将免战 如果有免战 还是我来吧 我知道你觊觎很久了 发起人肯定有你两只一年 因为从第一场仗就是你们打下来 是的 我是一开始就是 我跟苏苏在一起 苏苏就是一直给我打积雪 苏苏一直告诉我要战斗下去 我同意苏苏来打 那就选定苏苏来做我们的发起人 然后我们四个人及时备战 这个联盟的第一场仗 是这两位打下来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战队的根基嘛 因为我们就觉得先要从一个根基中间 选择一个联盟的发起人 早安说他准备好了 那我们毋庸置疑地相信他 你永远不可以低估一个有冠军鞋的rapper 这轮我也挺想打的 我觉得该出去打一打了 盖 盖哥 盖 他本来就是我们的联盟发起人啊 好多次 然后就生活中节目外都注定了的 MC Hot Dog 差不多先生 热狗 好 来吧 来吧 怎么办 首先我很赞同这个体验 让狗哥不上OK的 本来如果没有这个的话 就是有人想选狗哥的话 我觉得我们三个应该会这样出来 肯定是你们两家 我们两家是被捞回来的 对 那么这样吧 那你先打 请看他们 那你就当这种 可以 因为我非常想唱我的一首新歌 能打 而且可以流传出去 让他们把实力保存到下一轮 既然刘松扛下了这一局的话 接下来我要准备就是很灵力的作品 当我们联盟有危险的时候的时候 我就要把这个担当拿出来 我要冲在最前面来保护我的联盟